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乡党大学一起及最近的内部分争及其后续影响 随助政府介入调查并提出建议 这所历史悠久的学府是不是重新获得了稳定 然而这仅仅是修复裂痕的一小步 真正的挑战在于各方能否携手合作 推动香港作为国际教育和人才枢纽的地位 在这次高调的内部纠纷中 政府的调查小组提出了客观公正的报告 确认了一些高层任命并暂时搁置了其他任命 这一结果即证明了分歧的可克服性 也强调了良好治理对于大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作为香港的精致招牌HKU的命运不仅影响其自身 更对整个城市的教育竞争力至关重要 未来的道路并不平坦 但只要各方放下成见共同努力 HKU完全有能力在学术和研究领域继续领先 政府的介入虽然引发了一些讨论 但若能善加利用 将为大学创造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让我们一起探讨HKU如何在这一关键时刻重新振作 迎接未来的挑战 香港大学HKU最所香港最古老且最受尊敬的学府 近日终于迎来了一丝稳定 政府调查小组针对内部分争所做出的调查结果和建议 已被校董会全盘接受 然而这仅仅是漫长旅程中的第一步 要真正修复这一道道裂痕 各方必须放下分歧 与政府携手合作 重建良好的治理架构 并确保这所大学能够迎接提升香港 作为国际教育和人才中心地位的挑战 这次调查由香港特首李家超在6月份指示进行 以澄清事实和提供解决方案 令人遗憾的是 这场内部分争通过媒体泄密和公开指责而变得广为人知 迫使这位名义上的大学校间进入调检 调查小组的第一份报告采取了客观、公正和中立的立场 这一点应当受到肯定 据了解某些高层任命已经确定 而其他任命则会被暂时搁置或无效化 这表明分歧是可以被克服的 未来的合作是可期的 调查小组将这次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形容为第一份成果 并表示将继续追求其他工作目标 这些目标包括 明清事实、了解各方问题、促进内部协调、协助各方共同合作 并提出改进措施和优良实践建议 以确保港大能够遵循大学问责协议的要求 合理使用公共资金 这不仅关乎大学的良好治理和声誉 更关乎香港长期作为国际教育和人才枢纽的发展 港大这一城市的黄金品牌 在追求学术卓越 以及培育和吸引全球人才方面 扮演著、举足轻重的角色 现在是时候让各方放下任何分歧 让大学回归起作为世界级教育和研究机构的使命 在政府调查小组继续识别其他领域的改进必要性时 管理层和校董会也必须团结一致 为了大学和城市的最佳利益而努力 这次调查和后续的改进措施 将成为港大重新集结力量面向未来的关键一环 香港的大学教育过去数十年来一直享有盛誉 而港大作为其中的翘楚 一直是国内外学生和学者心中的理想之地 然而这场内部分歧如果不能妥善解决 不仅会损害港大的声誉 更可能影响香港作为国际教育和研究中心的地位 在媒体争吵和公胎指责成为常态之前 这些内部问题或许只是大学日常运作中的一部分 但随住矛盾升级 情况变得越来越不可控 港大校董会和管理者需要明白 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回归专业 专注于大学的长远发展 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内斗 李家超特首的介入 无疑为大学提供了一个契机 一个重新整理思路 明具共识的机会 未来的道路并不轻松 但正如这次调查结果所示 分歧是可以被调和的 只要各方愿意携手合作 港大完全有能力克服困难 继续在学术和研究领域取得卓越成就 管理者和教职员需要记住 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为学生提供最佳的教育环境 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而不是陷入内部斗争中 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的支持和指导至关重要 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 必须拥有一流的大学教育体系 这不仅关乎学生的未来 也关乎整个城市的竞争力 港大的管理层需要积极配合政府 落实调查小组的建议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内部治理架构 最终港大的未来掌握在每一位教职员和学生的手中 他们需要共同努力 确保大学能够在全球教育和研究保持领先地位 这不仅是一所大学的使命 也是香港作为国际教育和人才中心的使命 放下分歧 专注于共同的目标 港大必能迈向心的高峰 总而言之 这场内部纷争 为港大敲响了警钟 提醒我们良好治理和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随着调查结果和建议的落实 港大的各方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重新审视自身 并为大学和城市的未来共同努力 政府的介入和支持无疑是关键 但最终的成功取决于每一位港大人的共同努力 让我们期待港大能够走出阴霾 迎接更加光明的未来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香港大学HKU 作为香港最古老且最受尊敬的大学之一 最近经历了一场高调的内部纠纷 随着政府对该纠纷进行调查 并提出建议 该大学的管理委员会 已完全接受了这些建议 使得该大学恢复了稳定 然而 这仅仅是修复裂缝的第一步 更长远的目标是促进香港作为国际教育 与人才枢纽的地位 政府调查小组的首份报告 采取了事实、客观和中立的立场 报告指出一些高级任命已被确认 而其他一些则暂时搁置或无效 这表明内部分歧是可以被克服的 这次调查是在香港特首李嘉超于6月介入 并进行独立研究后展开的 旨在澄清事实并提出解决方案 内部纠纷、通过媒体泄密和公开争执 而广为人知 这使得作为该大学名义上的首脑的李嘉超 不得不进行调停 调查小组将人事任命的调查结果和建议 描述为第一份成果 并表示将继续追求其他工作目标 这些目标包括澄清事实、理解各方问题 促进内部协调 帮助各方共同努力并加强合作 以及提供改进措施和良好做法的建议 以确保香港大学按照大学问责协议的要求运作 并妥善使用公共资金 不仅仅是大学的良好治理和声誉处于危险之中 香港作为国际教育和人才枢纽的长期发展 也受到影响 香港大学作为城市的黄金品牌 在追求学术卓越 以及培养和吸引全球人才方面 扮演着关键角色 各方应并及分歧 让大学重回其成为世界级教育和研究机构的使命 随着政府调查小组 继续识别其他领域中必要的改进措施 管理层和治理委员会 也必须团结一致 为大学和城市的最佳利益而努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各位 我们要承认 大学内部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但不能因为这样就放任不管 香港大学HKU 是香港的金字招牌 政府介入调解内部分争 正是为了让这个教育机构 重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现在是时候放下成见 齐心协力 让HKU成为国际教育和人才枢纽 哎呀 楚天书 你这是不是有点天真 政府插手学术机构内部事务 听起来就像是把羊交给狼刊馆 学术自由很自制是大学的灵魂 政府的干预只会让局势更加复杂和僵化 还有 说什么要团结合作 不如先看看那些被暂缓的任命 会不会变成永久搁置吧 琪琪 你这话也未免太过悲观 看看历史吧 很多伟大的教育机构 都是在政府支持下发展壮大的 比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 MIT在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中 获得了巨大成功 政府介入并非要干预学术自由 而是要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 让HKU拥有更好的资源和机会 来吸引全球顶尖人才 楚天书 你这例子有点偏了 MIT的成功更多依赖于 校内自主创新和市场化机制 而不是政府的直接干预 你没听过教学自治这个词吗 这可是教育界的圣经 再说政府干预后的这些和解 更像是掩盖 就像把垃圾扫到地毯下 当内部矛盾再次浮现 还不是更难收拾 琪琪 适当的政府监督 并不意味着干涉学术自由 看看德国的教育体系 政府通过严格的规范和资助 确保了大学的学术水平 而且HKU面对的挑战 远远不只是内部矛盾 还有国际竞争 政府的介入是为了帮助大学提升竞争力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支持吗 楚天书 我没说政府完全不能参与 但这次的介入显然过头了 德国的例子确实不错 但那是因为政府和学术机构 有着明确的界限和角色分工 香港的情况更像是大哥大进驻 让人觉得是在看教父 要解决问题 应该更多依靠校内的民主决策和透明度 而不是政府的惩罚和控制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本期亚洲大眼镜 我们来聊聊香港大学 HKU的内讧风波 终于告一段落 政府介入调停后 大学该如何重振旗鼓 吸引顶尖人才破浪前行 首先值得庆贺的是 政府介入后 香港大学的内部分歧 得到了缓解 这个结果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漫长旅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对于一所拥有悠久历史 和崇高声誉的大学来说 内讧不仅影响了校内的治理和合作 也对其在国际教育和人才枢纽地位的提升 构成了挑战 政府的调查和研究小组 发布了首份报告 选择了事实 公正和中立的立场 这一点无可厚非 报告确认了一些高层任命 同时暂时搁置 并撤销了其他任命 这个结果显示出 分歧确实是可以克服的 总理李家超在6月介入 独立展开调查 以澄清事实并提出解决方案 表明事态的严重性 媒体的渲染和公开争论 让这场内部分争变得更加复杂 不得不促使这位名义上的大学校长 亲自出面调停 调查组称 关于人员任命的调查和建议是首个成果 未来将继续追求其他工作目标 包括澄清事实 理解各方问题 促进内部协调 加强合作 并提供改进措施和最佳实践建议 确保HKU按照大学问责协议运作 并妥善使用公共资金 问题的关键 不仅是大学的良好治理和声誉 更是香港作为国际教育和人才枢纽的长期发展 作为香港的金字招牌 HKU在追求学术卓越 培养和吸引世界人才方面 扮演着关键角色 各方应尽快搁置分歧 让大学回归 其作为世界级教育和研究机构的使命 在政府调查小组继续在其他领域 识别必要改进措施的同时 管理层和理事会也必须团结一致 为大学和城市的最佳利益而努力 现在 HKU需要齐心协力 集中精力在吸引顶尖人才上 正如文章所言 良好的治理和合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无论是研究生项目 创新实验室 还是国际合作 HKU在各个领域都有巨大的潜力 只要内部和谐 治理结构有效 HKU完全可以在全球教育版图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总之 内讧固然可惜 但处理得当 便是契机 政府的介入 和调查小组的建议为 HKU指明了道路 现在 关键在于各方放下分歧 齐心协力 共同为提升香港 作为国际教育和人才枢纽的地位而努力 期待HKU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 不仅恢复元气 更能再创辉煌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 爱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Ryu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 网址是RyuDue WELL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